挺遗憾的一句 为什么遗憾 因为没 大门宫 乳猪 乳猪我们有啊 先点现卡的乳猪 你三个人建议你拿半炖就可以 可以 正宗传统鱼饼鱼鱼 58 好筋的 饺子皮特别筋的 我们那会儿学的 我忘了好像是鲑鱼 还是什么鱼做的 鱼肉去骨 背上红肉也去了 然后片成片 搁在面粉里还是淀粉里边 拿一个锤子 跟着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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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敲啊敲啊敲啊敲 敲啊敲啊敲啊敲 敲的跟那个红筋皮似的 就是拿来包饺子 就是一个咸咸口的汤 挺好吃 表皮很筋道 它这皮还有一点小脆 还是小酥那么一个口感 一点点的啊 里边的蒜尿料 点成那个南方的调味 蒜尿料让你觉得很鲜甜 还行这个 瓜香饮水鸡半只 60 这什么东西 你都得吃饭 我吃出来 鸡是热的 我以前是个凉菜 说白了就是一个热的白鲜鸡 泡在盐水里 皮碎肉嫩 它不光皮吃了就带小脆 它里边这个肉 虽然吃点筋一嚼 也带了一点点小脆 鸡肉的质感 证明就费得心情点 半只鸡 60块钱 我觉得也可以 蜜汁酱鸡螺子虾一斤 螺子虾一斤 108 蜜汁酱鸡是江湖方法 5块 这菜是113 甜甜的烤 带微微咖喱的味道 昨天这个酱的味道不太好形容 像沙爹 就像喇萨的那种味道 这个吃着也还可以吧 虾倒是很新鲜 苏格兰大鸡子 一斤二两 189块6 这个做法倒是没收钱 做法我觉得一般 用黄油一炒 撒着盐撒点黑胡椒 好了 但吃着大鸡子那口感 味道真是不错 够鲜的 特别鲜 软嫩有韩性 一点都不感觉 不在那边吃那个 这半饭啊 跟那个不一样 撑着想要是 做法一般 肉馅一斤三两 205块4 做法是 顶鲜酱烧萝卜糕炒 做法收了15块钱 你没觉得这排了口看着是顺拐的吗 都是它的左后腿 它的右后腿不见了 这是两只旁边的左巴拉伸子 我和另外一桌 这哥们儿共享一下 很忌讳啊 夹着旁边的口感 含性韧性 鲜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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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稍等 看一下有没有 好嘞 鲜味存在 现在没有了 如果你要的话要烤一只 还是要等40分钟 那不要了 不要了 笋鲜鱼二斤一两 是184块8 制作方法油泡 雷收间公开 鱼很鲜鲜 鱼吃还挺满 我觉得是有点贵 幸福 好了 先吃饭吧 看来他家招牌是那个猪 这个猪还没给我点上 来 来来一条 我这吃了一堆海鲜 吃粤菜第一 生蒙海鲜 然后是道身吃卤 粤菜是凭什么打入 打到北方市场呢 就海鲜 海鲜贵呀 你二十年前吃一龙虾 那么和现在吃一龙虾的价格差不多 做总结啊 这堆是838 有点实测的就是 其实他家我是点入猪的 所以我可能解这书单子的时候给忘了 没给我点上 等我想起人家事的时候 一会太晚了 人家一现烤这猪 要四十分钟一小时 就实在不划算了 这这几个菜呢 人均二百大几了 光说他们家菜的味道和食材 说得过去 最奇葩就是他家的爬的 是鱼正边 走吧 走吧 挺遗憾的一句 为什么遗憾 因为没吃着五肚 不用付 год尸 受报仇 我 salty Lucky nie 我